重新着色图稿 在工具栏当中选择选择工具 选中选择工具之后 利用鼠标点击当前页面上方的对象文件 选中当前对象之后 在上方就可以找到重新着色图稿这一选项按钮 利用鼠标点击当前按钮 将会弹出实时颜色这一控制面板 在当前控制面板上方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项为现用颜色 点击当前下拉菜单 可以看到现用颜色的互补色 左骨色右骨色以及近视色等等 在右色为图标主 利用当前这一选项按钮 可以从所选图像当中获取颜色 点击当前按钮之后 可以将我们选中的对象 上方所使用的颜色 直接吸取到实时颜色控制面板当中 新建颜色组 利用当前这一选项 可以将现有的颜色组进行新编辑 创建一个全新的对象 创建完成新的图稿组之后 在下方点击当前的三角号 可以展开当前图稿组当中的所有颜色 在当前任一款颜色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应用的颜色的详细参数 后方分别代表我们的CMYK数值 后方这一图标代表当前颜色 所使用的是CMYK颜色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RTP颜色 将会呈现为三种颜色的一个符号 如果当前这一图稿组 我们不需要的话 选中当前图稿组 点击后方的删除颜色组 可以将当前这一组颜色进行删除 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两个大的按钮 在默认状态下为指定 我们编辑完指定之后 然后再去进行详细编辑颜色 在指定下方我们还可以看到 分为我们的预设 预设当中分为自定 以及其他颜色 在这里面我们使用自定 在颜色数当中 点击后方的下拉菜单 可以定义当前的颜色数 颜色数分为自动到全部 其中囊括了1到5个数据 在这里面我们选择5 可以看到当前图像转换成为 有5种颜色组织而成的图像 在当前上下方按钮当中 利用鼠标进行点击 可以进行添加颜色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将颜色不断进行添加 我们可以看到颜色的变换 当我们进行调节颜色数时 在下方可以随同看到当前颜色数据的变换 这里的颜色数值是随同我们当前调节的颜色在进行变换 调节完成当前颜色之后 在下方当前颜色当中 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任意一款 选择任意一款颜色之后 在后方颜色转换成为新界 点击当前下拉菜单 分为我们的精确保留色稿和收放色调等等 在下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扎钮 将颜色组限制为某一色碗库中的颜色 现在在这里面我们找到其中任意一款颜色 直接进行点击 就将当前图像整体设定成为 我们其中选择控制的一款颜色了 当前颜色我们可以任意去进行定义 如果无法进行应用的将会弹出提示 当我们定义完成颜色之后 如果想针对其中任意一款颜色 详细进行编辑 可以点击编辑按钮 进入到编辑按钮之后 在这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当前所有应用的颜色 现在我们重新进行指定下当前所有的颜色 以及我们当前的编辑方式 为了我们能够不受其他颜色的一个影响 现在我们将当前的模特移动到空白处 选择当前模特 选择重新着色图稿 在当前重新着色图稿当中 我们为它定义一个颜色范围 定义完成颜色之后 直接点击编辑 进入到编辑当中 在编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方的色线环当中 一共分为我们所进行指定的十款颜色 在下方 这里面可以看到三个按钮 第一个 显示平滑的色轮 第二个 显示分段的色轮 第三项 显示颜色条 在这里面 为了变用我们进行区别颜色 我们选择显示分段的色轮 选择完成之后 在后方 是进行调节 在色轮上显示的饱和度和色相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进行调节亮度 使当前整体进行变量 调节完成之后 如果想在当前对象上方 再增添其他的颜色调节 可以点击添加颜色工具 来进行添加新的颜色 如果 在某一项颜色 我们想要进行删除 可以选择 删除移出颜色工具 进行点击 删除掉这一色相 在后方 还有链接协调颜色 选择链接协调颜色之后 整体颜色将被进行链接 我们如果进行移动当前 其中任一款颜色的话 整体将会进行移动 我们再来看下方 在下方是当前 我们选中的任意款颜色的编辑 例如 我们选中当前这款红色 大家可以看到 当前红色在当前图像上方 所处的位置 在下方 我们可以进行调节摄像环 来进行整体编辑 如果我们想针对当前这一款颜色 进行变换的话 选中当前颜色 直接进行拖拽 就可以调节当前颜色所在位置 在拖拽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当前的链接 是否被解开 如果呈现为当前单独的一个选项的话 我们可以单独进行调节 其中任意一个对象 现在我再来进行调节黄颜色 我们可以看到衣服颜色的变换 浅黄色 这里控制的是皮肤的颜色 所以我们在移动过程当中 将这一颜色进行 靠拢一个暖色 下方这几项我们可以看到 在图像上方是处于裙摆位置的一个颜色 我们直接进行调节 就可以看到裙摆颜色的变换 下面我们再来换另外一种方式 来进行调节一下当前模特衣服的颜色 选中当前模特衣服这一个颜色环 选中之后 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进行查看 例如显示颜色条 可以较大面积的查看当前颜色 现在我们编辑下它的颜色 选中这一颜色之后 在下方当前我们不要调节摄像环 调节摄像环的话 就直接转换了当前另外一款颜色 如果我们想要在当前颜色上方 只调节深浅饱和度的话 可以在下方进行调节 例如我将当前图像变淡 可以看到当前衣服呈现为一个粉颜色 在整体名案当中 我们可以进行调节 使其变量和变暗 直接去进行调节每一款颜色 可以看到在当前图像上方 相对应的颜色都会产生一个变换 调节完成以后 点击后方的新建颜色组 将出现一个新的颜色组 那么当前这一款颜色组 就是我们正在应用的颜色组 如果我们想要恢复到原始的颜色组的话 可以利用鼠标直接双击上方的这一图高组 再次恢复的话 在下方我们再次进行点击即可 同样上方还有灰度可跟我们进行选择 调节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 我们当前对象的颜色编辑就完成了 本节内容已结束 请进入下点学习 请进入下点学习